大家好,欢迎来到TOP研究院。 他年近60岁,却魅力十足,拥有60个情人。 他出卖自己的容貌,争权夺利,只为自己的腐败之路铺平道路, 究竟是怎样的贪婪,让他一步步坠入欲望的无底深渊。 云南一女子,不喜欢读书上学,最终却凭借身材成功上位, 摇身一变成为地方银行行长。 他虽是女性,却痴迷于所谓的男女阴阳捕术, 更在年纪暮年之时,肆无忌惮地玩弄情感。 纵情于六十余情夫纠缠勾搭,以此来永保青春。 他就是云南最大的女贪官曹燕丽。 他身上又有着哪些惊天的故事呢? 1963年,贵州洗水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一个名叫曹燕丽的女孩出生了。 曹燕丽的背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他家在贵州洗水地区, 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了。 父母都是工厂工人, 但出生的这个女孩, 从小就是个美人披子, 她的五官精致,容貌秀美, 让人们都为之倾倒。 他并不喜欢读书和上学, 可依旧凭借出众的外表和灵活的口才, 让老师和同学们非常愿意和他交朋友。 并且他还特别喜欢打扮自己, 这在那个年代来说, 应该是走在时尚的前端了。 十七十八岁的时候, 曹燕丽就已经风姿绰约, 因为学习一般, 所以高考时并没有报考大学, 而是被父母想方设法送进了专科学院, 学习金融专业, 大学时期。 曹燕丽有很多的追求者, 因为自己的美貌, 而成为了众人瞩目的人物。 成年后的他颜值超越同龄人, 身材也是非常的高挑, 凹凸有致, 尤其是他天然的大臀部, 更是吸引了全校男生的目光。 据说那时候曹燕丽上课的次数并不多, 但他却从来没有不及格过, 他利用男同学们对他的追求, 有效地进行了资源整合, 可以说当时的他已经出入社交手段, 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 有同学回忆说, 在大学里, 他展现出了他的魅力, 他的美貌和气质成为了系里的代表, 更成为了金融专业出类拔萃的喜花。 专科的三年学习时光很快过去了, 曹燕丽顺利毕业, 还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建设银行, 昆明分行工作, 旁起了铁饭碗, 在工作初期, 他充满热情, 希望通过努力工作, 获得更高职位和薪资, 可是社会却给他上了一课, 都说职场中最复杂的是人心, 职场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就会被动, 遇到很多问题和瓶颈, 甚至被排挤被打压, 他因为长得漂亮, 难免会受到女性同事的孤立, 而出身普通家庭, 也没有强硬的社会关系背景, 往往眼看着, 和自己同时进入银行工作的人, 都得到了升迁, 他不甘心自己的平庸, 在银行里, 经常接触到一些有钱有势的人, 他也渴望成为那样的人, 在工作几年后, 曹燕丽通过自己的观察, 把目光投向了一个银行领导的儿子, 这个男人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而且还有一个不错的职业, 教师, 所以这让他感觉, 自己会很容易驾驭这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 也果然和曹燕丽所想的一样, 每天两点一线的教师工作, 枯燥乏味, 而曹燕丽的美艳与妩媚, 掳获了他的内心, 两个人并非门当户对, 但看起来还算相配, 就这样, 曹燕丽开始通过人生中, 第一次独立的决定, 利用婚姻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结婚后的最初几年, 曹燕丽的公公, 也就是丈夫的爸爸, 还没有从银行体系内退休, 所以, 有行长公公做背书, 曹燕丽还算能在银行内部, 建立自己的人马, 和笼摸一部分人心, 建自己的小圈子, 再加上曹燕丽那几年, 在工作上很拼命, 生活虽然平凡, 但也算是春风得意, 可是当曹燕丽的公公退休后, 情况就有了变化, 在职场中, 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有价值资源和人脉, 往往都寄生在人的身上, 而银行行长的公公退休了, 这就意味着人走茶凉, 即便别人给退休的老行长几分面子, 那也可能只是一些客套的应付, 所以, 当曹燕丽事业上遇到瓶颈, 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丈夫, 那就是越看越不顺心, 丈夫做教师的那点工资, 怎么能称得起他的野心呢? 在曹燕丽的眼里, 丈夫虽然老实可靠, 但没有上进心, 也无法为他在职场上提供任何帮助, 这使得三十多岁的曹燕丽, 第一次对生活感到了忧郁, 他责骂丈夫不争气, 也怨恨自己瞎了眼才找到他, 经过十年基层工作, 曹燕丽并未得到任何生签机会, 尤其是孩子的到来, 家庭支出开始增加, 原本小康的家庭便得日渐拮据, 曹燕丽开始感到人生的不公和失望, 而平淡无奇的丈夫, 也无法在生活中给予他任何帮助, 他不甘心做一个照顾丈夫, 抚养孩子的小女人, 他想做的, 就是成为一个可以掌控一切的女强人, 他希望不仅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也可以决定他人的命运, 外人羡慕他老公脾气好又顾驾, 只有他内心知道,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也想像其他人那样, 穿名牌开豪车, 不用每天为孩子的学费, 生活费发愁, 而就在此时, 随着社会上大学毕业生的逐渐增多, 他们开始批量进入银行系统, 而只有大学专科学历的曹燕丽, 逐渐开始靠边站, 也正是在危机感和欲望的趋势下, 曹燕丽开始改变自己, 心比也发生了变化, 他想到自己出众的外表, 和让他引以为傲的臀部, 第一次产生了走劫镜的想法, 因为他的美貌, 身边惦记他的人从来没有消失过, 从某些领导看他的眼神里, 他能够明白那些眼神后面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晚上, 曹燕丽在打扮时心血来潮, 穿上了一条性感的裙子, 照镜子时看上去仿佛只有三十出头, 他突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决定要为自己的前途做出一些大胆的尝试, 曹燕丽知道, 银行领导中不乏好色之徒, 有些甚至喜欢背着老婆杨小三, 他虽然年纪大了, 但却有着小女生所没有的成熟韵味, 能够吸引那些喜欢成熟女性的男人, 于是他开始失心计划, 试图色诱他的领导, 每当领导叫他去办公室时, 曹燕丽总是穿着得体而性感的衣服, 用魅眼看着他, 不时地抛以暧昧地微笑, 虽然一开始领导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渐渐地, 领导似乎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特别是曹燕丽, 还有一个纯天然的翘臀, 他开始刻意地打扮自己, 每天都是光鲜亮丽地去上班, 领导邀请他参加一些非正式的酒局, 他都欣然前往, 以前他都会婉拒, 但现在他是有约必复, 他的改变很快就为他争取到了机会, 一天下班以后, 他接到一个电话, 邀请他去茶馆喝茶, 他特意赶回家收拾一番, 才去赴约, 因为邀请他的人是他领导的顶头上司, 面对这样一位重要人物, 他虽然很紧张, 但是内心更多的是破釜沉舟的坚定, 他知道自己去赴约意味着什么, 他来到相约的茶馆, 保健里只有领导一人坐在里面, 两个人寒暄一番以后, 领导称赞他很漂亮, 表示非常欣赏他的容貌和气质, 面对着不停用色眯眯眼神盯着他看的领导, 虽然内心一阵反感, 但是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奢报, 他按捺住内心的情绪, 尽量展示自己女人的魅力, 两个人相谈甚欢, 在恋恋不舍中告别, 回到家以后, 他收到领导的短信, 希望他能给他当情人, 问他的意见, 他果断地回复了两个字, 可以, 自此, 他一直没有起色的失业, 突然之间开了挂, 他于2003年初, 被提拔担任昆明市商业银行副行长, 并在2007年底该行重组, 成立复甸银行后, 继续担任副行长职务, 后进入董事会, 成为该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 2008年, 成为复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 副行长,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从来没有听说过, 傅甸这样一家银行, 但从这家银行的官网, 和一些新闻上来看, 其背后还有着一段百年历史的, 官网上写着, 傅甸银行品牌, 创立于1912年, 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银行品牌, 历史上, 傅甸银行声名远洋海内外, 发行甸币调控云南金融, 是全球第六大华资银行, 创造了一段辉煌的金融史, 2020年, 某网站有条新闻显示, 当年7月, 国际权威财经媒体英国银行家, 公布了2020年全球银行1000强最新榜单, 中国共有143家银行上榜, 其中, 傅甸银行按照一级资本排名, 位居全球银行第391位, 在中国有171家经营机构, 遍布云南省和重庆市, 主动服务和融入云南自贸区建设, 继续领跑全市, 电子结算说白了, 就是抓上了时代的风口, 有立足云南地处中国经济圈, 东南亚经济圈和南亚地区圈 结合的优势, 积极推动实施辐射, 周边国家的境外机构布局, 很快使这家银行, 成为全国唯一一家, 走出国门的城市商业银行, 可以想象, 此时加入了富甸银行, 又执掌大权, 曹燕丽终于尝到了全色交易的甜头, 在其职位上开始大展拳脚, 在外人看来, 她是一位能干的女强人, 2018年时, 一条富甸银行终于来了的新闻, 登上了网络, 富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在云南临仓分行隆重开业, 时任富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党委委员, 副行长曹燕丽携手下出席开业仪式, 现场人头攒动, 气球红毯一个也不少, 合影中, 曹燕丽身具C位, 领导气势无人能及, 在2019年年末, 富甸银行资产总额高达2636亿元, 这还不算, 从上面批下来几十亿的补贴款, 然而表面的繁荣, 掩盖了体系内逐渐崩塌的基石, 曹燕丽知道, 真正让她走向成功的那个背后靠山, 可是她的危机意识很强, 因为随着靠山被调到外地以后, 她又应该如何寻找另一个靠山呢, 正如有一种心态叫赌徒心理, 赢了还想继续赢下去, 使自己的战友遇得到继一步的满足, 曹燕丽了解全色交易, 她可以获得什么好处之后,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她的靠山被调到外地以后, 她迅速为自己寻找新的靠山, 马上也睡过去, 为了让自己的领导位置坐得更加稳固, 她和多位高官都有暧昧的肌肤之亲, 37岁时, 曹燕丽顺利地入党了, 这无疑又是升职路上的敲门砖, 她游走于各个领域之间, 她的职业生涯变得愈发成功, 短短几年时间, 曹燕丽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她先后还担任了, 立江古城傅滇滇村镇银行董事长, 虚敬傅员傅滇村董事长等职位, 可以说每刻一位领导发生关系, 她的官位便会上一个台阶, 可是曹燕丽毕竟是有家有孩子的人, 丈夫真的一无所知吗?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丈夫很快就得知自己的妻子纵情于外, 花天酒地是有原因的, 而她可以像作火箭般的升迁速度, 也离不开这些异性领导的特殊关爱, 此时的她选择了沉默, 虽然心中变们难受, 但有什么办法呢? 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 在此时这位教书育人的丈夫, 也只能选择睁一眼闭一眼了, 在行长的位置上, 曹燕丽也愈发膨胀起来, 钱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工具, 为了让这些领导心甘情愿和她发生关系, 她对自己的容颜也越来越舍得投资, 经常出入各种高档美容院, 精心对自己的皮肤进行非常奢侈的护理美容, 她微薄的工资, 自然无法满足她日益奢侈的消费, 可人都是从简入奢容易, 从奢入简难, 已经开始享受高档生活的她, 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靠工资过日子的窘迫当中, 她想到了捞钱的办法, 她手中有权力, 自然有拍马屁的下属, 和她关系不错, 还有那些有钱的商人, 曹燕丽开始接受他们的贿赂, 她手上的权力越来越大, 而这些人, 也越来越愿意为自己的利益, 支付高昂的服务费, 每天她下班后, 都会有专门的车来接她, 在歌舞厅里, 曹燕丽一次又一次地收受贿赂, 从一开始的几万元, 到最后的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她对金钱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贪污的欲望也越来越强, 终于到了无法阻挡的地步, 连贿赂她的商人都说, 她的野心太大了, 迟早会出事的, 到后来, 她开始培养心腹, 她就从这些人当中, 选择一位自认为信得过的同事, 一起注册公司, 她作为行长, 有着非常便利的条件, 提供贷款业务, 就用自己注册的公司申请贷款, 然后再利用手中的权力, 将贷款播发到自己的公司, 她的这种行为, 无异于将银行, 当做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库, 随时享用, 曹燕丽本来就是凭借肉体交易, 才得到一步步上位的, 当年已是富家一方, 不过, 她并没有忘记保养自己的身材, 听闻男女房市具有财补之术, 能让人容颜不老, 青春永驻, 便毫不犹豫地去尝试, 然而她渐渐发现, 单凭自己丈夫, 已经无法满足她对男性精气的需求, 于是, 她开始以各种手段, 未必利用身边的男下属, 并且每次完成后, 都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 很快, 她又找到了新的办法, 为自己寻找男伴, 在银行招聘员工的时候, 她亲自面试, 一般被她选中的实习员工, 都是年轻帅气的帅哥, 这些初出茅庐刚毕业的学生, 自以为凭借自己能力, 获得了领导的认可, 在进入银行实习以后, 才知道最重要的工作, 是陪这位人老朱黄的半老徐娘行长睡觉, 有些年轻帅哥为了前途, 只好忍辱负重成为她的床伴, 这样的人自然很顺利通过实习期, 很快转正成为正式员工, 当然也要继续接受她的压榨, 就像当初曹燕丽进入银行系统一样, 那些同样出入职场的小年轻, 也不是傻子, 也有像她一样开窍的, 便会主动送上门来, 就这样, 更多的年轻男人开始围绕着她, 为了能够得到升职加薪, 而对她越发讨好, 成为她的床上满物, 这似乎已经成为银行内部的一个公开秘密, 如果一个男员工, 在某个月拿了很多奖金, 或者升职了, 那么大家就会知道, 这个人一定是曹燕丽, 霸占她所给的好处, 前前后后, 曹燕丽用她的银威, 强占了多达六十余名年轻小伙子, 可见她的疯狂程度, 当时银行内部人心涣散, 运作系统又几乎陷入瘫痪, 导致银行资金引发了极大的损失, 可曹燕丽并不是想到如何挽救, 而是继续寻找更高的靠山, 与更高层的领导进行全色交易, 她用自己的身体美貌和绝活翘臀, 让一个又一个的领导, 沉溺在她十六群下, 那么曹燕丽是如何被落入法眼的呢? 事件的转折出现在2021年, 当时的富丁银行收到了一张大罚单, 这已经是近几年, 该银行收到的第十张罚单了, 11月25日, 银保监会网站披露处罚信息, 因设计七项违规违纪事实, 富丁银行被云南银保监局罚款220万元,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包括, 1.受信管控严重不审慎, 2.违规办理魏俊公商业用房按揭贷款, 3.贷款支付管理与管控不到位, 个人消费贷款流入资本市场, 房地产市场等等, 而曹燕丽担任富丁银行副行长, 长达13年, 不查他查谁呢? 正如古人所言,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就在被查之前的几年时间, 年纪越来越大的曹燕丽, 心中的恐慌早已经日渐增加, 他开始寻求佛教信仰的庇护, 频繁去寺庙烧高香, 捐香油钱, 他自以为佛祖会庇护他渡过难关, 令他免遭报应, 他做的亏心事太多了, 为了求心安, 他开始变得十分迷信, 在家里上香祭祀, 祈求上天保佑平安, 为了让自己的祈祷能够灵验, 他甚至要求下属与他一起参拜, 每次去寺庙祭祀参拜, 搞得声势浩大, 花费不小, 他都安排公司财务结算, 自己是不会掏一分钱的, 如果世上真有神明, 也绝不会保佑他这样的坏人, 可惜这个道理他并不明白, 而是更加频繁地去参拜上香, 仅这一项费用就是非常巨大的数字, 时间转瞬即逝, 一切看上去风平浪静, 59岁的曹燕丽即将退休, 过上安逸幸福的晚年生活, 然而, 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终究不可抹去, 命运的钟摆, 最终在2022年9月逆转, 曹燕丽曾欺压的下属联合起来, 选择当污点证人, 检举他腐败行为, 收受贿赂, 就这样, 云南省当代最大的女贪官浮出了水面, 2022年, 云南省纪委监察有关部门, 针对曹燕丽的违法乱纪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 即便被调查, 他态度依然很强硬, 对于组织调查, 他私下转移自己的违法乱纪证据, 对抗调查, 并且还继续偷偷去寺院上香, 祈祷平安, 他已经深陷迷信之中不可自拔, 对自己的违法乱纪行为不坦白, 也不配合办案人员的调查,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想要人不知, 除非检莫为, 他过去的罪行都被一一地揭露了, 2022年9月, 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 曹燕丽在银行任职期间, 贪污受贿的金额高达1.5亿元, 这还不算他一些首饰的钱, 如果真的加起来, 估计接近2亿人民币, 在官方公布其其中罪例, 包括违规收受礼金礼品,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搞权色潜色交易,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 违规干预贷款发放, 造成负淀银行巨额资金损失, 将公权利当作资权的工具,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贷款审批发放等方面, 谋取利益, 收受巨额财物, 最终曹燕丽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女领导搞权色交易的, 曹燕丽不是第一个, 之前也有局级的女领导, 搞权色交易, 比如说甘肃五威士园副市长江宝红, 就搞权色交易, 为了晋升提供性贿赂, 但是在中国的法律中, 性贿赂无法确定金钱价值, 所以没有被规划于贿赂的范畴之内, 所以性贿赂不属于财物, 不算贿赂罪, 而钱色交易比较复杂, 就和经济问题相关联, 又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贪官自己花钱买色, 第二种是利用色向官员送钱, 第三, 有关的人员提供钱合色供官员消遣, 钱色交易的背后, 往往是全色交易, 但不论是钱色还是全色, 还是钱全色, 这三者都离不开一个字, 谭, 曹燕丽被查钱, 曾与他共事十年之久, 同意银行的原副行长空彩梅先一步落马, 与曹燕丽有所不同, 空彩梅飞扬跋扈, 一直气势, 更透着一股子很近, 他被人称为白天当银行行长, 晚上坐钱庄庄主, 违规收受红包礼金, 私设小金库, 违规审批贷款, 还将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 其中有一个桥段是, 空彩梅发现丈夫杨崇华出轨后, 逼迫杨崇华勘手指发试写保证书, 更是指使恶势力人员, 对丈夫的小三李某进行人身伤害, 而被空彩梅逼迫勘手指发誓的丈夫杨崇华, 曾长期担任, 昆明农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也是一名贪官, 但他贪污的四百多万, 和妻子孔彩梅贪污的三千多万来说, 只能说是小屋见大屋了, 而有意思的一点是, 孔彩梅和曹燕丽当时是同事, 如果孔彩梅知道, 曹燕丽正是用睡男人的方式步步升迁, 与他平起平坐, 他会是什么感想的, 最终, 曹燕丽已高出空彩梅贪污六倍的额度, 接近两亿的贪污额, 成为整个云南省的最大贪官, 不得不说, 这个附电银行也是够倒霉的, 一个锅里养了两只这么大的老鼠, 空彩梅的刑期是十二年, 那么曹燕丽刑期会是多少, 这个我在网上没有查到, 但想必六十多岁的他, 下半生将会在铁窗中忏悔自己的行为吧, 最后如果说我们普通的人, 能够从曹燕丽个人腐败当中, 获得什么教训的话, 那就是应该我们千万不要幻想, 自己做了坏事就不会被发现,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 关于这个故事到这里已经讲完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 我们下期见。